说好了 不许老 不许四 我回来笑你 鬼 就啥呢 看你哭了没 走 滚吧 去霍霍别人去吧 去霍霍别人的打柴少年 又回来了 这个用途围城的边关小城 才是他们真正的故乡 魏城 马车距离小城越来越近 车上的少男少女反而更是敬相情窃 因为他们都不想将灾难 带进这座他们从小长到大的地方 带进自己的国家大堂 所以马车只在城外稍作停留 便准备再次启程绕过魏城 准备向东而行 此时的魏城守将马士湘 正在假装醉酒 敷衍着西陵神殿 以及浩天到南门的人 他们一致要求 宁缺桑桑二人一入城 立即将二人击杀或者交于神殿 老马与宁缺情同父子 他根本不在乎他们是举世之敌 什么冥王之女 面对诸方的势力 老马演技在线 装风卖傻耍着酒风 风风颠颠的才算应付了过去 立即带兵去城外迎接宁缺和桑桑 很快老马就带着魏城军事围住黑色马车 宁缺再次看到久别重逢的老马 情绪异常的激动复杂 看着老马又增添了不少白发 额头又多了一道刀疤 内心不免有些震震心酸 看着近在咫尺的故乡 望着情如老妇的老马 然而他们却是归不得 我和桑桑这次 惹了一个很大的麻烦 达到没法子解决 我绝对不能回头 更不能回魏城 老马与魏城的军事根本不顾宁缺的犹豫 直接用麻袋将二人装着抬进了魏城 当晚老马设宴为二人接风 魏城的将士们哪里会在乎他们带进什么麻烦 他们只知道宁缺跟桑桑 是魏城的名媛 一个是书院的十三先生 一个是未来的光明大神官 他们二人离开魏城之后 也不断给魏城的军事居民寄回了很多银两 众人聊着书壁壶砍柴的故事 把酒言欢 回忆着二人在魏城留下的美好时光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 次日清晨天还未亮 宁缺看了一眼喝醉正在熟睡的老马 没有惊动任何人 带着桑桑悄悄地离开了魏城 主仆二人一路东行 来到了冰天雪地的东荒 这里正是魔宗荒人的地盘 遇到了魔宗天下行走堂 宁缺一见面就开始套进火 请求荒人能够收留二人 堂自然是不敢擅自做主 将二人带回了荒人部落 荒人部落的首领们 当然不愿意承受二人所带来的灾难 让堂将他们二人赶走 其量宁缺包裹里掉出来一枚通体纯白的班纸 首领仔细观看着这枚班纸 正是明宗宗主的信物 首领望着班纸进行了短暂的思考 突然改变了决定留下二人 并且宣布整个荒人部落不惜列祖 也要保护桑桑和宁缺 不久之后整个人世间 都知道了荒人收留了明王之女 同时西陵长教雄出没招告天下 以此为由联合各国军队进入荒原作战 并对外宣称诛杀名女乃是救世的圣战 西陵联军与荒人战争再次爆发 西陵神殿却是动用了最强的护叫骑兵 而荒人是由魔宗的天下行走堂带领 无数沉重的撞击声在荒原上响起 无数的战马发出悲惨的思鸣而倒下 堂首持魔宗宗主的血刀早已饱饮鲜血 刀身上的符文透着红光大杀四方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战时愈发残酷 营地到处都能听到哭泣的声音 此刻的桑桑病情也越来越重 目睹了荒人为了自己受到了战争的摧残 流离失所 死伤惨重 为了不再连累更多的人 为他而死去 于是他们二人决定再也不逃向着战场而去 准备去战场慷慨赴死 黑色的马车上空跟着遮天蔽日的乌鸦 缓缓地来到西陵联军的阵前